同学们 学完了这个单元的课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单元的语文原地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的学习目标是 阅读名著 从描写方法 印象深刻的情节等方面 对名著中的人物 做出自己的评价 他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具体 对名著中的人物 做出自己的评价 好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首先要结合自己最喜欢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名著 来评价其中的人物 可以结合具体事例来谈 也可以结合描写方法来谈 还可以选取其中的一段描写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什么观点呢 就是说印象深刻的人物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读名著时 我会对书里的人物 做出自己的评价 如在我眼里 汤姆索亚是一个热爱自由 喜欢冒险的孩子 同时他又很有趣 还有点虚荣心 从小说中的很多地方 都能看出他的这些特点 哎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范例 那另外一个同学说了 我特别留意描写人物 语言动作神态的句子 从中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之前学习穷人 穷人是一篇课文 是吧 读到桑纳 用头巾裹住睡着的孩子 把他们抱回家里 让他们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 又连忙把帐子拉好 我想他是多么善良而勇敢 那这个同学 他是通过人物语言动作神态 来感受这名著里的人物形象 是怎样的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评价 还有呢 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多面的 评价人物的角度 不能太单 如很多人觉得尼尔斯太淘气 尼尔斯奇恶旅行记 对吧 太顽皮 但是当我读到他心里想 父母从教堂回来时 发现熊鹅不见了 他们会伤心的 通过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尼尔斯 其实也是一个体贴父母的孩子 每个人都是多面性的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 把其中一个人定义为 他就是顽皮的 调皮的 爱捉弄动物的 我们通过这其中一句话 还可以知道尼尔斯 其实也是体谅父母的 说得非常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看 语文原理中的词句段运用 读下面的句子 说说加点的部分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再从后面的词语中 选择一两个 发挥想象 防写句子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有加点的字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然后呢 再从后面的词语中 选择一两个防写句子 两个要求 首先我们来看看 哪些是加点的字 镇上的人排着队 来到撒切尔法官家 搂着两个获救的孩子 又亲又稳 泪水如雨 撒了一地 这是我们汤姆索亚 历险记里面的节选 过了二十三 大家就更忙了 春节眨眼就到了呀 这是北京的春节 住方家大院的巴尔 今天洗的快要发疯了 喇叭周 这几个加点的字 都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同学们 突出事物的本质 或加强作者的某种感情 烘托气氛 引起读者的联想 那么这三个例句 尤其加点的字 全都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更加突出了作者的某种感情 烘托气氛 引起读者的怎么样 联想 好 读下面的句子 说说加点的部分 有什么共同的特别 再从后面的词语中选择一两个 发挥想象 防写句子 那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例句 看了加点的字 知道他们都运用了 共同的修辞手法 夸张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词语 选择一两个 发挥想象 防写句子 那这道题 我们要考什么呢 在写作中 要把一个特点 写夸张 就要运用丰富的想象力 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有目的的放大 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点 以增强表达效果 给你的词是 恶安静厚盼望喜欢 这几个词 我们看看发挥想象 能不能把它 用夸张的修辞手法 来说一说 饿 他饿得要发疯了 夸张 安静 房间里安静的 连一根针 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听得见 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呀 夸张的修辞手法 下面是不同意者笔下 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句子 读一读 说说你更喜欢哪一个 那同学们 我们在本单元当中 学了汤姆索亚历险记 他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作家 马克图文 那么当这本书流传到中国的时候 不同的翻译 不同的译者 根据这个英语 因为马克图文是美国人 所以他是用英文写作 对吧 所以呢 他有不同的翻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更喜欢哪一位翻译者的写作方法呢 这是这个小镇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一个夜晚 有一个译者怎么说 这个晚上的伟大场面是这个小镇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绿色的 满肚子的话 想说又说不出 泪水如雨 撒了一地 这个黄色的 说的 想说话 又说不出来 然后像流水似的涌出 到处都像下雨一般 掉了满地的眼泪 那么这个绿色的译者呢 是于东明 陈海庆 这个土黄色的译者呢 是这个张有松 一起来看一看 你喜欢哪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 是诚实翻译的啊 这是小镇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夜 然后 想说什么 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路出去时 如下雨似的 散了满地的眼泪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不同的译者 翻译出来的这个文章的主体意思差不多 但是潜词造句啊 略有不同 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一定要多读一读 读完了之后呢 再说一说 哎 我最喜欢哪位翻译 翻译出来的文章 为什么啊 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三组句子是不同译者翻译的 汤姆索亚历险记忆中的句子 相同的句子不同的翻译 反复读这三组句子 对比修辞用字 从表达效果上来谈谈自己的想法啊 首先我们要反复的读 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对比修辞用字啊 从表达效果上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个同学说了 不同的表达有不同的效果 虽然翻译的都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忆的句子 但仔细对比也略有不同 第一组第一句的翻译突出强调 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夜晚 把整个小镇上的人们找到孩子时的欣喜若狂的状态 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喜欢这句的翻译 这个同学回答的特别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他首先点名了第一组第一句的翻译 好 他怎么呢 突出强调了其中一句话怎么怎么样 把小镇上的人找到孩子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表现的淋漓尽致 然后说了 我喜欢这句翻译作为一个结尾 整个回答有头有尾有重点 非常的好 好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同学回答 我喜欢第一组的翻译 对比第二组和第三组 第一组第二句用泪水如雨洒了一地 简洁而形象的描写出了 当时人们见到被找回的两个孩子时 激动的心情 他是从运用修辞来说的 另外一个同学有不同意见 我们来看一看 我喜欢第二组的翻译 特别是想说话又说不出来 然后像流水似的涌出 到处都像下雨一般 掉了满地的眼泪 这句一个泳字 把人们找到孩子后的那种激动到 无意言表的兴奋心情 形象的表达出来 这个同学说我喜欢第二组 第二组这句话说特别好 怎么怎么好 然后突出了一个泳字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语文原地里面的日积月累 里面有几句话 我们先来读一读 读书须用意 一字值千金 莫道均行早 更有早行人 听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进水之余兴 进山 使鸟音 我们来看一看 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些句子啊 这些句子呀都出自增广贤文啊 增广贤文是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 我相信同学们小的时候可能都看过啊 书中集合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格言 咸语 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 整理成现在的增广贤文啊 同学们我们现在要记住刚才选出来的这些句子啊 都选字增广贤文 那增广贤文是我国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 语义理解这些啊 从这个增广贤文里边选择的都是什么意思呢 看着都有点耳熟 是吧 但是具体什么意思呢 一起来看一看啊 读书需用意 一字值千金的意思是 读书只有下苦功夫 才会有文词精妙的文章 下苦功夫 莫道均行早更有早行人 不要说你走得早 还有比你走得更早的人啊 不要觉得你很努力 还有人比你更努力 激励大家怎么样 更加上进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这一个同学们经常会听到别人那个说出来 对吧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说出来之后 我们情不自禁的赞叹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那具体什么意思呢 听你一说一番话啊 听你说一番话 这个你指的是什么呢 有修养的人 有学问的人啊 圣过读十年书 受益匪浅 是吧 太棒了 一下子点拨我了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 是路途遥远才知道马的力气 相处时间长了 才了解人心 是 马刚开始跑一小段 你不知道马能不能有力气 只有跑得很远 我们才知道这样的一匹马究竟有没有力气 那同样人也是 是不是 日久见人心 那近水知鱼性 近山使鸟音 常在水边能知道鱼的情况 常在山旁能分辨各种鸟的声音 这些呢都是俗语 谚语 好同学们 这节课语文原地 我们就上到了这儿 同学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